HELLO 大家好我是赤狐 歡迎收看今天的電玩亂報 這個禮拜的新聞重點會比較偏重PS5的相關消息 但我們一樣會先從Switch的相關新聞開始講起 雖然說是偏重PS5的相關消息啦 但我對於PS5的想法可能跟各位想像中的有點不太一樣 那就在各位有一點疑惑的這個時間點 開始今天的電玩亂報 首先第一則新聞 硬核機甲宣布將於10月登入Switch平台 這款遊戲雖然是之前就有推出的遊戲 但因為Switch沒有 所以在去年推出的時候我就沒有關注 這次看到這則新聞我特別去找出了他當時的預告影片 一看才發現這款遊戲完全打中我的內心 我本身很喜歡鋼彈 所以機甲類的遊戲我多少會去關注一下 然後這款遊戲又是2D的橫向動作玩法 還有最多支援四個人一起遊玩 戰鬥畫面看起來也是相當的流暢 過去媒體的評分也很不錯 看來是一款很值得期待的遊戲 這個10月看來有一款遊戲可以先期待了 第二則新聞 HORI推出了一系列皮卡丘主題的Switch周邊商品 包含手把、收納包、耳機、保護殼等等 它有分成兩種 POP版本的還有Core版本 兩個版本我都覺得蠻有特色的 目前HORI也是少數有官方認證的周邊廠商 所以他們才能推出這種有版權圖片的周邊商品 不過我自己其實最早買的一隻手把就是HORI的 是零刻圖案的有線手把 然後最早壞掉的也是它 所以這次確實有點小糾結 而且最近好像也不缺手把 就等有需要的時候再看看吧 第三則新聞還是HORI的新聞 好像應該跟第二則新聞一起講才對 剛剛是說他們推出了皮卡丘主題的相關周邊 這邊就不一樣了 推出了各種不同主題的迷你搖桿 一共有藍色、紅色、瑪莉歐主題、皮卡丘黃色主題、皮卡丘加伊布的主題 藍色、紅色也不是真的純顏色而已啦 反正畫面上我會有放圖片啦 你們自己看 那迷你手把好像近期蠻多人喜歡的 不過我自己還沒有用過 不曉得用起來的感覺到底好不好 這種迷你手把主打應該是給女生或是小孩啊 手比較好拿用的 所以一直以來我也都沒有考慮 另外這組手把是有限的喔 也不確定台灣這邊會不會有店家進貨 有想要的觀眾到時候可以關注一下 第四則新聞 紙片瑪莉歐澤子王國推出新的預告片 從預告片中可以看到這款遊戲的玩法跟戰鬥方式 整個預告片看下來我都覺得非常的驚艷 平面的紙片角色卻是在3D的舞台上進行 甚至在遊戲的過程中還融入了解謎要素 以及在各種不同的地方尋找奇諾比奧這種收集要素啦 但2D的紙片在3D的地圖上看起來卻一點都不突兀喔 反而還別有一番風味 戰鬥模式看起來可以透過旋轉輪盤來調整敵人的位置 讓瑪莉歐可以朝著一個方向一次性的攻擊 並且在預告中也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形態的瑪莉歐出現 另外如果是敵人在正中間 而瑪莉歐在圓盤上面 也可以透過旋轉圓盤來調整瑪莉歐前進的路徑 讓瑪莉歐獲得足夠的強化對敵人發動攻擊啦 戰鬥系統上也真的是非常的特別 而要進入戰鬥他採用的是遭遇系統 在地圖上碰到敵人就會進入戰鬥畫面 原本看到這裡我還以為是回合制遊戲啦 但看到圓盤真的是讓我相當的吃驚 這款遊戲下個月就要推出了 我是真的有夠期待的 以上就是這次Switch相關新聞的部分 接下來會聊一下我對於PS5推出的一點想法 不過因為PS5這次發表的內容比較多 所以我這邊就不會花篇幅去介紹完整的發表會內容啦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但是為了避免完全沒有看過的觀眾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所以我這邊還是會非常簡單的帶過這個內容 這次的PS5發布會主要公布了PS5的主機外觀以及周邊的配備 另外還有公布了PS5上預計會發售的遊戲 不過並不是所有遊戲都是跟著主機一起發售 有些只是先做預告而已 另外價格跟發售時間這次都還沒有公布 那我先說我自己個人的結論好了 我之前在PS5發布會之前有說我當時內心是比較偏向Xbox Series X的 但是因為當時PS5的發布會還沒有推出 所以我的內心也還沒有最後的答案 而這次看完之後我依然還是比較偏向Xbox Series X 但最終會不會變成兩台都買那就還不一定了 把話題拉回到這次的發布會 PS5的主機外型雖然有些人不喜歡配色 有些人怕卡灰塵但我自己很喜歡他這樣的風格設計 比起Xbox Series X四方形的設計來說 PS5在我的心中是完勝的 而手把其實我一直都蠻喜歡平行類比搖桿這樣的設計 雖然比較不符合人體工學 但或許早期接觸PS2跟PSP比較多的關係 這樣的設計對我來說才是真正習慣的 不過外觀終究不是我選擇購買一台主機的標準 遊戲內容才是 對於有些人來說PS系列服務的是深度玩家 甚至有人認為真正的玩家最愛的終究是PS系列 但其實我一直以來都不贊同這句話 我認為只不過是遊戲的喜好不同 不同類型的遊戲沒有辦法用誰比較重度 誰比較輕度來做區分 單純愛好的不同而已 跨平台的遊戲沒有辦法作為購買依據的標準 所以要以獨佔遊戲跟本家遊戲來考量 在PS5發布的遊戲當中 我看到了漂亮的畫面 精彩的動畫特效 但對長期玩任天堂遊戲的我來說 感覺還是少了一點什麼 這句話並不是批評 對我來說 遊戲的目的是享受按鍵帶給我的每一個回饋 享受我在遊戲中創造的一切 享受我經營起來的世界 遊戲中過場動畫的多寡與畫質 對我來說就只是其次 以牧場類遊戲來說 Switch上我玩最久的其實是心入骨物語 所有牧場類遊戲中畫面最差的一款遊戲 但我深深的為它著迷 如果你是一個長期玩索尼系列主機的玩家 我想這次的發表會你一定是開心到不行 很多過去索尼的遊戲都在這裡推出了系列續作 但我希望各位冷靜的聽我講一個想法 一台遊戲主機想要賣得好 除了賣給各位忠實的玩家之外 很重要的也是其他偶爾玩遊戲的玩家 PS4賣得好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它的遊戲類型真的很廣 但PS5的發布會對我來說就有點太過集中了 太多接近的類型讓我有點審美疲勞 從一開始會覺得好像不錯 到後面覺得對這就是PS啊 理所當然的感覺是讓我覺得有點可惜的地方 這就好像原本只玩索尼遊戲機的玩家 看到任天堂的瑪莉歐不會被吸引一樣 我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啦 我依然強調 我並沒有覺得它不好 我也覺得這次的發布會蠻好看的 只是提出我個人的觀點而已 而我的觀點絕對不會影響到原本就想要購買的人 請各位放心 我是一個原本就很少玩PS系列的玩家 但確實我近期看到Xbox Series X跟PS5要推出的消息 我有考慮從自己的遊戲舒適圈中跨出去一步 去看看不同平台的遊戲能夠帶給我怎樣的感覺 但整體看下來確實 微軟目前公告的遊戲比較吸引我一點點 又或者說目前PS5預告中我想玩的遊戲 剛好都是跨平台都有的 獨佔的遊戲反而我就還好 而Xbox Series X的獨佔遊戲有我想玩的 所以我才會有這樣的決定 我知道Xbox這樣的遊戲PC也會有 但我就是喜歡用主機玩遊戲呢 不過這也只停留在目前的狀態 等之後PS5公告了一些日常遊戲之後 搞不好會有大翻轉也說不定 也或許在難以抉擇之下我會兩台都買 各位目前看完之後會想要買哪一台主機呢? 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以上就是這週新聞的部分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 法米通公布6月1號到6月7號 日本地區的遊戲銷售排行 第十名Switch平台Minecraft 賣出7082份 第九名PS4平台 最後生還者重製版 賣出7210份 第八名Switch平台 任天堂明星大亂鬥特別版 賣出7610份 第七名Switch平台 七彈大作戰2 賣出9226份 第六名Switch平台 馬力歐賽車8豪華版 賣出10883份 第五名Switch平台 九龍妖魔學員技 賣出11774份 第四名Switch平台 異度神劍終極版 賣出16786份 第三名Switch平台 健身環大冒險 賣出29487份 第二名Switch平台 世界遊戲大權51 賣出64443份 第一名Switch平台 集合大動物森友會 賣出97810份 這次的銷售排行 比較令我意外的是 異度神劍終極版 在上次的銷售排行當中 異度神劍拿下了第二名的位置 當時三天賣出了9萬多份遊戲 而從第四天開始的一週 只賣了16000多份的遊戲 比我預期的還要少上不少 或許這種JRPG類的愛好者 本身就沒有到這麼多吧 而世界遊戲大權51 是在6月5號發售的 也就是一共也只賣了3天 賣出了64000份 比起異度神劍三天的銷售量 還要來得低 但這種遊戲或許是隨著時間 依然能夠保持穩定銷售量的遊戲 也說不定啦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遊戲銷售排行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日本任天堂公佈 接下來這一週 日本即將要發售的遊戲 6月18號 Variable Barricade 戀愛冒險類不支援中文 Zumba 脂肪燃燒 體感運動類支援中文 南夢宮合集 懷舊合集類支援中文 瘋狂跑者 美國荒野 冒險模擬類 不支援中文 穿軍靴的貓 戀愛冒險類不支援中文 遙遠時空漆 戀愛冒險類支援中文 Tetra 解謎類不支援中文 工作殭屍 有夠難分類支援中文 直視王子殿下 戀愛冒險類支援中文 騙到勇者 角色扮演類不支援中文 你身邊有我就夠了吧 戀愛冒險類不支援中文 湘庭探險者Plus 冒險類支援中文 BDSM 撒旦的大屠殺 俯視射擊類支援中文 6月19號 橫衝直撞 狂飆樂園重製版 競術類不支援中文 接下來這週要推出的遊戲 看起來有點多 但戀愛冒險遊戲 佔了很大的一個部分 看來看去反而沒有什麼想買的 默默的把錢收起來 等到下一個禮拜 那這次的電玩亂報就到這邊 如果各位喜歡這個系列 希望可以幫我按個喜歡讓我知道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訂閱按小鈴鐺 分享按喜歡並留言 也別忘記我還有另外兩個頻道 我是赤狐 祝各位有戲愉快 訂閱按鈔 訂閱按鈕 鈔 按鈕 鈔 按鈔 鈔